杨自新剧被四个男人争着宠 这是什么女主天花板 心里修罗场我们爱看 心外修罗场我们更更爱看了 搞笑的是 长婉姨长着一张正宗脸 说出来的话却每每都让人想笑 看到邓维对紫眉阴 嘴里直接蹦出来个填稿 热森有个涂山脚和小妖亲嘴了 第一条热评就是 表哥你怎么不笑了 这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也真够损的 到了长相思主演直播 主打就是一个暗绰绰的争锋吃醋 提到剧里十七是第一个猜出小六是女生的 那边的向柳坐不住了 十七是第一个认出来小六是女生身份的对吧 主要那会儿向柳没出场 对我也是第一眼见到小六就知道小六的真实身份 输就输在了出场晚了点 小六变我的小妖 小六变我的最好小妖 小六谁说小六变你的最好小妖 到了穿手穿的游戏环节 几个男主演争着表真心 因为因为那个十七说过嘛 永远是文小六的夜十七 所以六加十七等于二十三 正好有两个颜色嘛 所以就是两个黑珠子 三个红珠子就是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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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有的九个头嘛 黑色的战股的头 九个头 然后中间加一个小妖的头 九加一 四男追女的戏份简直不要太好客 只不过一开头三个男主全欺负我们小妖那会儿 我是真的很生气 有网友直接拉平 男四凭借零分遥遥领先 可能是为了平息网友的怒火吧 这方直接就安排了合体嗓劳 不过这几个人是一个比一个会整活呀 死了都要爱 哦好进来 我要你在我身旁 可以 要我要 听给你我拿一套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岛 哦 同意 今天你要嫁给我 会 会 会 张婉姨还带了墨镜 就是为了内涵自己认不出自己的妹妹小羊 还公然否认自己角色的做法 只能说这小子是懂怎么讨观众欢心的 大家好 我是张婉姨 在长江四中扮演那个 势力不太好 哈哈哈哈 大家看上今天就有点不太一样 好一会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然后我也就是站在这儿 替广大的网友们出息器 汤玄 汤玄真不是玩意 汤玄真不是玩意 张婉姨明明长着一幅让人很安心的脸 实际上却总是口出狂言 还是一本正经的口出狂言 为了和杨子较真演技 连剧播的好不好都压上堵住了 吓得导演在一旁直接让他闭嘴 在剧组拍戏时就属张婉姨她最转了 每天都要跳绳锻炼身体 但没想到锡拍完后他却是第一个胖的 这可让众人逮了机会报复他了 那句他本人形容胖用的慈祥儿子 终究还是毁到了自己身上 那个杨子老师瘦了 瘦得太瘦了 好瘦现在 然后其他人那个苍玄胖了 然后然后 我哥想你的黑脸 我赞同他先说的话 好下一位 我我也在说三个说的话 没有没有了 这确实是说的对 长江寺那会儿就是很自律 然后最近在放假吧 就天天就 不是 我真希望 长江寺那会儿就一直卷跳绳 特别瘦 然后今天一来一见就慈祥了 这叫慈祥 据官方放出的花信 张婉姨和杨子被他们称作是电动车兄妹 其实就是俩人在演哭戏的时候啊 声音响彻整个剧组 连着两条街的电动车都受到了惊吓 滴滴滴的笑 想想都是很震撼的程度啊 别动 你想让这个喜乐部灭族吗 外人刺杀腾轩 为父祖要来灭族之后 准备我和温宇姨 是我们自杀的同志的哥哥 你要是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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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小阳让开 看大家都在磕土山井和小羊 只有我和向柳和小羊吗 我觉得杨子和谭健次在一起就很有趣啊 先说距离姓张力满屏的那段 谁将男主上来就抱着女主啃啊 俩人的这段花穴还被当做福利财放车 画面就是两极反转 简直不要太高笑 你越凶才越不怕 你坐嘛 坐坐坐 坐坐坐 坐了就说不了词了 反正一说一说就被牙刷酥似的 所以就是你 说这句话肯定这个角度逼了他 就有这种大舌头 对 那个男人 哈哈哈哈 还有两人上你好星期六的互动 之前那次都已经够好笑了 姊妹在不认识谭健次的时候 专门嫁他好友让他套卷 台上还威胁过大哥让他对他友善的 这个杨老师历史老师 唐哥 历史老师哪一个 唐哥咱俩现在拍戏呢 没事没事历史老师 历史老师多适合呀 等我回横店的 回横店再说 这次俩人在一起的笑点更是一出屏幕 直接上了热糟 说实话这家没你俩都得散 我拍拍摄的时候 有没有被人表白过 肯定是有的吧 是在片场还是在收工了 比如说 大家肯定不会在片场 大家都在工作的状态中 肯定不会 哎 录了录了 我喜欢你 不可能嘛对吧 就肯定是 让我一跳 因为我没有听到他 简直突然出我为他 跟我说想是你